广东的沙士疫情开始舒缓 世界卫生组织在当年今天宣布 撤销对香港和广东的旅游警告 世卫说港月两地的疫情受到控制 决定解除旅游警告 港府欢迎世卫的决定 强调会继续争取 将香港游疫区的名单中剔除 又计划动用10亿元 分阶段推出振兴经济措施